其实线下大家真的在吵架的还是很少 大家主要还是在线上吵架 你又骂着我们又要看我们赚钱的也不太好 像你今天经常会出分派系 就比较 有的人把它刚才当这种投资 我看这几个人会火 好 现在我全部都靠购买 这个大家应该也都吃光 应该也都吃了火了 这也蛮多的 其实每一次活动都是一次披图大赛 半个月前 中国首届战截大会在南京举行 参加网友的report也是信息量满满 现场的期不准规定 香薰伴手礼 还有中心合并的晚餐 让大家对这个大会充满了好奇 其实从10月中旬战截大会要举办的信息发布之后 就引起了一波不小的轰动 而我们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与了一下 报名整体流程非常简洁 只需填写姓名 电话 爱豆名称和粉丝战名称即可 完全不需要任何实名认证 或者证明自己身份的信息 很可惜我们的报名时辰大海 没有任何后续 不过当正式参会名单公布之后 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名单中大部分站字并未公开 而仅有的四家公开的粉丝站中 杨超越 王俊凯 王子怡的各站则先后辟谣 而疑似李文汉的粉丝站 和一杨千玺所有粉丝站也是纷纷辟谣 先后和这个大会划清了界限 那么战姐们对于这次大会到底是怎样的态度 为何纷纷辟谣 战姐又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 江湖上那些关于战姐的传说是不是真的 今天我们采访到了一位资深战姐 请她来为我们一一解答 既然看着图一论 那战姐们对于大会的后续有持续关注吗 我就问了很多我的朋友他们有很多人 就去帮忙 就包括就在南京的也没有什么人去帮忙 风轩什么的大家都没有再发过 做到最开始的时候 听说这个时候 大家就是在风轩转发嘲笑了一下 开玩笑吧 他就是在玩梗 其实线下大家真的在常见的还是很少 大家主要还是在线上常见的 以前大家还是不愿意线下真人会的 我就不必不必的 不必的 原来战姐们线下在一起的画风还是peace and loud 不过对大会没兴趣就算了 为什么战姐还纷纷表示告辞呢 原因有两方面 因为就是其实很多战子的家做了大一点的话 就是其实会有很多人去看的 包括他们卖东西啊 或者说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应援 其实有很多都是 就会有很多粉丝在关注这些事情 而且还会有一些什么对加呀 可能会就是比如说作为一个黑点吧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战子做了一些什么不好 不好的事情 可能就是在之后的一些 当中可能也会拿出来讲 所以大家可能对这方面都相对比较小心谨慎一点 之前也有公众号 就是有讲过这个机构 就是在战点上有一个小小的传播吧 然后可能也有些人就觉得说名声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你在这边的账号 在就是利用粉丝的这种热情 然后去兑换流量变现这种感觉 但是在另一些你自己家的账号 就可能说在痛批流量现象 看来想要把战姐职业化 并且想得到更多战姐的认可 战姐大会的路还很长 不过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资深战姐 那吃瓜群众对于战姐的问题 咱们也得以兵问了 满足下大家的好奇心 在这之前 让我们先来看看大家对于战姐的定义是什么 这应该是就是比较专业的追星的小姐姐 战姐就是站着的一直给艺人拍图追机场 追各种形成的姐姐 路人小姐姐们的解释还真是突足易懂 让我们再来看看专业战姐是怎么说的 知道了 在战姐的定义 咱们乘胜追机 其他关于战姐的问题也一并回答了吧 他们之间 怎么说呢 好像自成一个圈子 就跟普通的粉丝不一样 战姐经常会出分派系 有的时候比如说 你拍到这个我没有拍到这个 你自己是不是跟Google是有什么沟通啊 为什么我不知道啊 什么的 所以因为这种事情炒菜 战姐会有机会记得到Google吃过来 然后就没 这给大家应该也都吃过 应该也都吃了我了 是真的 除了对于战姐身份的好奇 网上还有战姐通过卖爱豆的首服 PB等周边 喜提海景房等传说 战姐真的那么赚钱吗 出PB真的能喜提海景房吗 不太好讲 就是因为有的人是 有很多人是一边当这里一边坐带拍嘛 就并不需要花太多钱 有的人还是把它 干脆当那种投资 就是我看这几个人会火 好 现在我全部都靠购买 我就这样做带 然后把它卖掉 但是有的可能就是 比较未来发电 然后自己也比较服务 比较懒 就能放自己花 那种确实就会比较贵 就是会花比较多的钱 我就想知道他们就是 怎么拍的那么好看吧 图 其实PB大赛每一次活动 都是PB大赛 但就是设备也都差不多 非常标准的 5B4 100 400 然后 那个 那个 7200 然后机场就是50电 和2470 都是固定的 设备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 就是什么 场景也都差不多 你能备置也都差不了多远 就全靠 对 其实每一次活动 都是一次PB大赛 说一千到一万 大部分战者们的初心 还是为爱发电 粉丝经济既强大又团结 我们不应该让它变成一把双刃剑 而是应该让它成为 粉丝对爱豆的爱 成为一把保护伞 一路为我们的爱豆保驾护航 共同成长 别继继ang